星期日 Family Day 通常會怎樣過呢? 近近人村半日遊就算了,不要太辛苦 第一站永中島名物菜包飯 永中島有三樣多,刀切麵,cafe,菜包飯 這間不是最有名的那間,不過最適合我口味 各式蔬菜,禮牌,都是任的 菜包飯三啪,其實就是普通韓式 但重點放在菜和飯上,還有包飯用的大醬 都挺健康的,如果真的厲害吃菜的話 煮菜都未上去就開餐了 用來包飯的大醬是特別製作過的 沒有一般的烤肉醬那麼鹹的 主菜我們點了臘炒豬肉 另外也可以選擇烤五花肉 除了主菜之外,其他十幾款小菜都是任的 菜包飯的重點之一,是飯 要煲仔才夠霸氣 這間小菜款式也算多,而且味道也很平均 不會每樣都是菜,也有炒粉絲,韭菜,煎餅,大醬湯,蒸蛋等等 醬油蟹也有 成人一位是萬七,小童就是七千 一塊肉,一口飯,再加點醬,用菜包著吃 最典型的韓式吃飯方式 小朋友小小就認識了,不過他應該是吃飽了 吃飽了,去下一站吧 其實經常來永中島的原因 除了這裡又近,又是韓國人的旅遊區之外 也因為我們下次搬屋,會搬來這個島 紳士鎮對肉依的家庭來說,真是比較舒適 無緣無故這條路又會有小橋流水感 多棒 四月和五月,百花齊放 除了櫻花和油菜花,杜鑽花都非常茂盛 隨便去過公園都會找到一大片花海 這裡是永中島的柏梢貢旺 新都市來說,夾兩三個屋苑都會有這樣的近藍公園 這個公園比較大,夏天還可以玩水 還有一個小山丘,可以上去看看風景 真是一個樹林的山 我老公最喜歡,但我很一般 不過也是一個消耗小朋友體力的好方法 可惜的是,同時都在消耗媽媽的精力 今天只是去了兩個景點 已經無力氣再帶三件去咖啡廳了 走到上個觀景台,我都要休息一下 下次再見啦 這次在努力上課 你們IGHT 既然在努力上課 現在的努力上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